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2015年的加州全保从11月15日开始就要重新开始投保了 一直到2015年的2月15日为止 在这一次的2015年的加州全保当中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改变 甚至在加州全保的网站上都有了华语的服务 在今天的天下纵横谈当中 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一谈 2015年的加州全保的改变 首先为您介绍的也就是加州全保认证的审核员 就是Amanda Yang 杨泰您好 你好 各位观众好 跟我们解释一下其实您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我的工作是在角身医疗中心帮国伟朋友去申请保险 医疗保险的有Cover California 就是加州投保 还有是白卡 就是做白卡还有加州全保的申请 那坐在阳台旁边呢 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 而且是常常见到面的角身社区中心的总监 也是李伟强 李先生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角身有社区中心帮助民众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然后医疗中心就帮助民众在医疗方面的服务 然后10月15号开始也是投保加州的申请开始 所以我们也希望让民众理解 跟帮助民众去成功的申请这样的政府补贴的医疗保险 所以其实角身社区中心为所有的社区大众们做了非常多的服务 可是已经从11月15号开始呢 现在就要重新再次申请2015年的加州全保了 先请杨泰跟我们解释一下 他的申请期限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 是从11月15号到明年的2月15号为止 所以所有朋友如果还没有 以前没有保险的可以申请 这段时间可以来申请 还有的如果以前已经有保险的 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更新 就是我们更新新的一年你们的情况 比如说收入有没有更改 我家庭成员有没有更改 增加或是减少 对 所以其实如果是已经投过保的人 就是2014年已经投过保的人 其实他的期限并不是到2月15号 他是到12月就差不多快截止了 是吗 杨泰 这样子的 加州投保要求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已经去年2014已经有 医疗保险也得到了那个政府的补作的话 现在说 humility做房个肤 您在 17月15号都会动 新的保费跟新的如果我要转计划什么的 都是1月1日生效 可是如果你是12月16日到1月15日 你就2月1日才生效 好 如此就要退下去 如果是1月16日到2月15日来新的的话 你就3月1日才生效 所以其实是2014年已经投保的加州全保这些保护门 它应该是要在11月15日到12月15日去做它的计划的改变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2015年的1月跟1月开始生效 可是其实如果没有在这段期间之内做这个计划的更改的话 也不用太担心 加州全保应该不会把你drop掉 你只要在下一个期限之内 例如也许是12月15日到1月15日之内 再继续改你的计划 这样的话就可以顺延一个月之后计划再可以生效 对 那再请问一下李轩 如果这些没有投保的人 2014年曾经没有投保过加州全保的人 在想要投保2015年的加州全保 又应该怎么样做申请的改变呢 那其实是这样子 如果你2014年没有申请 或者根本没有保险的话 你今年就要罚款了 罚款就是95块一个人 或者是你的收入的1% 以哪一个多为准 那么如果你2015年还是没有保险的话 所以现在还有机会 还是没有保险的话 那个罚款就差不多双倍了 如果是大人的话是300多块 小孩是162块 162 或者是你的总收入的2%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 然后还有补充一点 其实白卡 如果你是白卡的话 它完全没有这个申请的期限 你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申请 随时宣请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的收入是比较高 你一定要申请这个投保加州会 Coffer California的话 你只能在11月15号到明年的2月15号里面 去申请2015年度的 加州全保的这个保险制度 刚刚李轩其实提到了白卡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对于白卡的认知 真的是并不太了解 有很多人对白卡有很多的误解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到 由联邦所发出来的这个白卡 杨泰 白卡是如果你是低收入的人士 要看看你家庭有几个人 然后根据你每一年的总收入而定 如果你是符合资格 还有你一定要是合法的居民 就是绿卡或者是学生也可以的 学生也可以 学生也可以 公民 美国公民 还有的就是H1 visa 就是来工作的也可以申请的 所以其实刚刚杨泰您提到 像是学生啊或是H1B啊 这样子的投保人士来投保加州全保 是不是在2015年 这个新的投保计划 开始有才做的改变呢 还是其实2014年 他们就可以做这样的投保动作 其实都已经有了 去年已经有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并不知道 如果是拿学生签证 或者是拿H1B的签证 都可以来投保加州全保的 刚才杨泰也提到 其实白卡是政府做来补助给低收入户 所做的一个医疗保险卡 我们统称为白卡 这个低收入户 它的标准又在哪里 李先生 它有一个收入的标准 那它们是用这个贫穷限的 百分之一百三十八 作为这个标准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是一家四口 举个例 一家四口的话 你的收入就是三万两千九百多块 是你的最高的收入 就可以拿到这个白卡 那其实白卡很多人都有误解 因为它跟过去的白卡完全不一样 过去的白卡 你一定要来了美国五年 或者你已经是入籍了五年 现在没有这样要求 过去的白卡 它会看你的资产 除了你的收入 你看资产 它会看你的资产换你的房产 车子 对 一家两口的话 两夫妇 以前都是老人 两夫妇的话 三千块 不超过三千块的资产 对 但是现在你不需要来美国五年 你只要来了就行了 然后第二 如果你是65岁以下的 它根本不看你的资产 它只看你的收入 对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个很大的不一样 而且呢 它这个白卡呢 是完全的免费 没有coupay 没有deductible 没有什么 完全都没有的 而且还今年年中的时候 也加上这个牙齿方面的 也是传免的 那很多人他很怕申请白卡 因为我知道 有很多过去去保险公司 申请投保加州 它明明是适合申请白卡 但是他们会说 你要投保加州 其实背后有一个秘密 因为保险公司 它是赚保险的用金 你身边白卡的话 它可能只需要 几十块的手续费 所以它就有些时候 是把它的收入虚报 报高一点 所以希望拿到这个投保加州 但是政府不是啥的 因为你要报税 对 它会看到你说 都把你的投保加州取消 那当然有很多人说 这个白卡拿了白卡 看不到医生 坦白讲是比较难 当然 这个选择比较少 但并不是没有 比如说 角色医疗中心 我们是非常乐意 接受白卡的人 对 所有的患者 包括一般的医生 一般或者牙医 我们都愿意 然后有一些人就担心 我拿了白卡 会不会影响我 将来入籍啊 申请别人 不会 你拿了白卡 不会影响你的入籍 不会影响你买房子 不会影响你将来申请别人的那种 入籍的这些程序 对对对对 都不会影响到 因为毕竟白卡呢 它不是一种现金的补贴 如果你是现金的补贴 比如说SSI 那就会有影响 但白卡它不是现金的补贴 所以没有 那然后呢 会会追讨我 将来我今天用了这个钱 将来追讨我 会指示你55岁或以上 你得了这个长期的病患 它政府 比如说你55岁以后 就很不幸运 比如中风 或者一种比较长期的病患 需要治疗 那政府呢 有权 当你跟你的配偶都离开世界以后 是 变卖你的房产 OK 但是过去真正这样做的很少 很少 那当然我们也要了解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65岁以下的人 他根本不看你的 不查的 对他只看你的收入 收入 对不对 并不查你的资产 他也不查也不根本 对他不会看 所以其实 其实现在的人 可能刚刚李先生也提到了 现在对白卡是有迷思的 可是说实话呢 对白卡的迷思 毕竟不要太深入 因为其实政府的好意 是想要给每一个民众的 如果今天是在贫穷县附近的话 您都是有机会可以申请到白卡的 而这个白卡呢 虽然有些地方看医生会比较困难 可是其实呢 像脚生社区中心 一些比较其他的社区中心来说 对于这些持白卡的这些持有人 都是另外一个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 当然啦 在这一集的天下纵容谈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 简单的加州全保 其实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的小细节上 当然也要处处关心 白卡这个小小的白色的卡片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 并不清楚他应该怎么样的申请 或是怎么样的使用 在这一集的天下纵容谈里面 我们都已经提到了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下一集的天下纵容谈里面 我们要告诉您 其实Colorit California 最常出现的问题有哪些 也许这些小小的问题 都可以帮您做最多的解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